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事实上我在制作海报的时候我几乎都是用PowerPoint 所以原来PowerPoint也可以做海报 这是我必须要跟你们分享的 那它有一些制作海报时需要注意的 还有输出时需要注意的 然后请切记 尤其输出的时候 我们一般给输出中心是PDF的档案形式 这样的话字型不会跑掉 因为它是纯层图片的形式 那在PowerPoint的里面呢 大家因为也是蛮熟悉的软体 所以我们经由电脑已经有的软体 再来就是大家比较习惯使用的软体 我想这应该对于我们学海报是有很大帮助的 好了那我接下来我就开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用PowerPoint做海报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当时要打开PowerPoint了 打开PowerPoint的所有程式 然后接下来PowerPoint 2016 我现在说使用的是PowerPoint 2016 115公分这样子一个尺寸我们是在常用底下 对不起应该到什么 设计这里设计 这边有一个投影片大小 然后制定我们的投影片大小 这个投影片大小呢 我们可以去自行设定 所以点选自定 宽度请设为例如说90 然后高度请设为例如说115公分 然后接下来这个投影片是直式还是横式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应该设为直向直向 然后点选确定 那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化跟确保最适大小 这边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当我们今天最大化 他这边说正在调整成新的投影片大小 因为本来本来我们的大小是设定如荧幕 如荧幕 可是现在是我自己去设定 所以他会调整里面的内容 他所讲的是里面的内容 现在我们里面内容就只有这两个 而且还是空白的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通常会选的是确保最适大小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现在变成直式之后 他会把刚刚那两个物件的大小重新排列 这绝对比刚刚大很多 除了这个改变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字形大小也放大缩小了 字形大小看到变成212 你以前绝对不会用到这么大的字形大小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宽度已经变宽了 变成90公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最四大小是指里面的内容去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 例如说我现在开一个新的 新的 空白的简报 然后接下来我这里面我先随便画一个圆圈圈 随便画一个圆圈圈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圆圈圈 现在我是6.1公分宽6.1公分高 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我今天我在设计里面设定我的投影片大小 如刚刚的设定就是90公分 115公分 然后这时候直视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点确保最四大小 你看一下刚刚那个大小是不是 那个大小本来是很大 可是现在还是6.1 对不起 还是6.1公分 它就变这么小了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什么叫最四内容大小 这个档案我就先关掉了 一般我都是选择最四内容大小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 这是不是可以放标题 那我们就想 我觉得有一个范例还不错 就是说制作所谓的菜单 各位大概知道 那个菜单 假设我们今天去一家餐厅吃饭 然后是不是会先拿一个菜单 这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 那假设我现在我就做这样子一个菜单 做这样一个菜单 那怎么样去做 这边我们是不是就打一个 简单的打一个标题 例如说台北市政府那个餐厅 例如说我们工训处好了 工训处的一个菜单 那接下来呢 你应该会发现我们菜单根本就不用这么大 重点应该是这个里面的内容 这个里面内容应该去做一个调整 好 所以我大概简单的会先这样子来去制作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拍一个新的档案 设定宽90公分 高115公分 在接下来我设定好设定好我的标题 设定我的标题 因为不管是海报什么 它一定会有一个标题 所以请稳先做到标题这个地方 接下来先来看 你看哦 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我们因为做海报 我们当然希望它做得漂亮一点 好看一点 所以怎么样可以做到漂亮一点 好看一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设计 设计里面就有很漂亮的布景主题 布景主题 那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些布景主题其实都还蛮漂亮的 都还蛮漂亮的 你随便搭配一个 你有感觉吗 背景是不是就已经设进去了 可以哦 而且这布景主题的好处是 假设我今天我有分西餐中餐 哦对 像我们公俊处是不是有分饭或者是面 对不对 我们选好这个布景主题之后 我还可以直接去调色 调色 用不一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是相同的一个主题 例如说好了 我现在用这里面 我假设我通通不喜欢 等一下我至少要选一种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在这边花太多时间 例如说假设等一下我选这一种 然后你可能选别种 随便你好不好 随便你 但是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些不要花太多时间 选择太多反而不好 那这里面哦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直接就是从网路上来去找 网路上来去找 或者是你把它储存成布景主题 到时候浏览叫出来 那我们现在哦 来去观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 我选 这个好了 选这一个 选好这一个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说 我觉得这个字应该放来这边 还有把它把它字稍微变得明显一点 清楚一点 那字的颜色 我因为背景是黄色 所以我就希望把字的颜色改成蓝色 改成蓝色 会比较清楚一点 会比较清楚 因为黄色跟蓝色 它也是一个对比的颜色使用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那这字的大小可以自己再去稍微调整 稍微调整一下 好 可能刚刚那种会比较适合一点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 这个物件稍微 反正这等一下 我就要在这里面放我的菜单哦 菜单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做到这个地方 把背景设定好 就是用什么 布景主题 布景主题 设计底下有一个布景主题 所以切门设定我们的一个布景主题 那接下来呢 这里面我就想要放我的菜色 所以原本可能没有调整到这么刚刚好 等一下你要学会调整它 调整它的大小 首先这里面我假设我要放六样我主打的菜 六样 当然也可以八样 随便你 首先第一件事情 选到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 然后接下来呢 请做常用 常用 常用 底下转换成Smart 转换成Smart 请选择其他Smart的图形 请选图片 因为菜单主要就是会希望它有什么 一张菜的图片跟这个菜的名称 那如果六道菜是不是要找六张图片 然后名称 所以选择图片 图片 我相信你们以前一定会做转成Smart 但是这种图片的选取你们可能比较少见 好 然后接下来选择这一种好了 这种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弯曲图片 半透明文字 意思就是说这边是一张图片 然后这上面可以放菜色名 好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随便我们先打六道菜 AAA 然后BBBCCC 那可不可以再Enter BBD 这样是不是试到了 Enter 11 Enter FF 可以吗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六道菜 然后分别再点它去找 或者是不管是档案 本极端你已经有的图片 好 或者是我们直接从Bing这边来去搜寻 我们就先搜寻那个中餐 中餐里面 那个 一盘一盘那个菜色 好 例如说假设我先放第一张 第一张 这张是什么图片呢 好 我先插入 好吧 它不让我显示 换一个 我应该打什么会很多菜 比如说这个 插入 然后点它 如果选到第二张 比如说这一个插入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那 例如说这个可能我就要换字咯 这个应该要换成 我也不知道 假设是鹅肝 然后这个应该是青菜 你要知道如果说你要做得好 你最好是把它换一个名称 换一个名称 好 例如说至少什么菜 好 那例如说 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找第三张图片 可以吗 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吗 我是不是在做里面那个菜单 第一样第二样 然后最后做完 最后做完 你可能就要调整 就是 我只能放在这个里面 放在这个里面 就请你们发挥你们的巧思 然后去网路上去找适当的图片 就是那个菜 然后把它放进来 可以吗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我用的是什么 直接点那中间那一个很大那一块 然后去做 去做 转换成smart 常用底下就有转换成smart 因为我也必须要赶快做这件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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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觉得说这样子已经有那个菜单的那种样式了 如果您觉得还不够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做一些调整 我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说假设当我今天我使用别人的图片 我们会希望我们会希望 当然是合法的去使用别人的图片 什么叫合法的使用别人的图片 例如说假如说我今天我举办一个活动 我请新闻记者来帮我去拍 然后他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呢 然后假设我隔了一段时间 我又需要去使用这些图片 我是不是要再去拜托那个新闻记者授权 一定是这样子啊 因为照片是他拍的 甚至影片是他拍的 可是授权 授权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基本知识 那通常我们的授权 现在有一种叫做creative commons 这个一定要请各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创用creative commons 台湾创用creative commons计划 所以我们先来简单的认识一下 什么叫做cc 这个cc所指的是creative 这是创造 commons就是一般一般的一个方式 我们来看这个创用懒人包 在创用懒人包里面呢 大概我们把所有的一个授权方式分四种 一种是姓名标示 姓名标示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使用这个创作人的图片 作品 你只要标示这个人是谁 这就叫做姓名标示 另外这个是非商业性 非商业性的一个表示的意思 就是你不可以从中去获利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是拿过来去做一些公物上面的使用 他没有牵涉到一个 你没有赚到钱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是可以拿去使用的 因为他是非商业性 这个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作者他标示 他除了有这一个标示 也有这个标示 他意思就是说你使用我这个作品可以 你要标示我 而且你还要静止改作 静止改作就是说 我假设今天给你是什么 你就必须要不可以改变大小 不可以改变颜色 不可以改变亮度 什么都不可以改就对了 我给你多大的尺寸你就做多大 那还有最后一种就是相同方式 这个方式是指说 假设我今天给你 我是放在网路上给你 那你也只能用网路的方式给别人 也就是只能放在网路上 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要的 几乎大家都是设定为这一种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你要使用我拍的作品 你只要标示这个作品是来自于我就可以了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像有时候我们在引用别人的论文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标注原作者是谁 然后再把他的一个文章放在reference里面 放在参考里 意思是这样子的 意思是类似的 所以这边有四种授权是各位可能要稍微注意 尤其是这个姓名标示 OK 那就算你拿到非常业性 你照样可以使用 因为你又不是要拿这个海报来去赚钱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请问就好像说 我今天我拿了一个流感 我要制作一个海报 里面放了一张图片 然后呢 我要去告诉他 告诉别人说 那个什么时候在石牌捷运站 他有提供免费施打流感疫苗的活动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海报 那请问这有没有牵涉到商业性 没有嘛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是可以使用的 好了 那所以请各位 请各位 通常 通常我们这时候就会去做什么事呢 大概了解了 像例如说 他如果图片看到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标这个作者是谁 还有禁止改作 你不可以把它左右对策 左右对就是调整 或是上下翻转旋转通通不行 就提供盖盘参考了 有时候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或者是 例如说我现在 我去Google好了 我想要去下载一个 我们的市长 那例如说 当我今天我选不限使用权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很多很多图片 但当我今天工具使用权限 标示为允许再利用这个修改 这边的图片就变少很多了 那我们来去看 点这张图片 查看他的CC 所以前往网站 而且这张图片是放在freaker 这个概念我希望你们要听懂 就是别人的图片我们可不可以拿过来去使用 这是一个freaker freaker它上面都会记录 说这张图片的授权方式 我刚刚是不是点这个前往 就是前往这张图片所在的网站 所以就跳到这个freaker freaker 算了 我再新开一个去找 奇怪 怎么会这么慢呢 好 例如说到freaker 今天星期四嘛 星期四理论上应该 我先把我其他用不到的网站 我先关掉 好 您看一下 刚刚这一张 我在这边是不是 点这张图片前往图片所在的网址 然后他就打开这个网页 那打开这个网页有看到吗 这一个人他拍的 这一个人拍的 好 然后你必须要标注 必须要标注 那他的授权在这里 他的授权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标注作者是谁 这一个人拍科市长 然后我们要使用这张图片 你不是要去标科文哲市长 你是要去标这一个人 就是cc by cc空一格by 然后这一个 这样才是正确的一个标注的方式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他这个人同时还有上传这一张图片 还有上传 比如说这张图片 那假设当我今天我要去下载这一张图片 当我们今天放在网路上 而且有授权的图片 在下载的时候 他会请你稍微注意 你是要下载给手机使用的小 还是给一般网路使用 一般网页内容使用的图片 还是否印刷可能会使用到的大的尺寸的图片 还是这个原本大小 就是他拿他的一个专业摄影机 然后拍出来的作品的大小 它是设定成1205x803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大致上知道说 有这几种不同的格式可以进行下载 而且这样子下载是不用钱的 是免费的 只要你标注 只要你标注 作者是他 CC by这个人无方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我回到我们的简报这里 因为这样子做出来的一个菜单 可能会觉得好像感觉有点单调 所以我们可能会加一点点别的东西进去 例如说加点卡通人物 让他造型变更活泼一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在网路上有准备了几张图片 你们可以去下载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 直接在刚刚这里面 例如说你可以在这里面使用 在这里面去找卡通图 可是我感觉好像这边今天有点慢 这边是不是可以找到很多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边找的时候 尽可能找什么 所有创用或者允许商业用途 这样子的图片虽然比较少 刚刚那样子的找法 卡通找到17万多张图片 可是允许商业用途 等一下等他跑完 这边会变比较少 没错 可是这边比较不会有争议 因为他已经允许给你是可以用在商业用途上面 就随便你去使用了 所以我在这边我是要告诉你说 我放在网路上有几张图片 你可以等一下去下载下来 在这里 海报电子报文宣创意设计 范例下载 我这边已经放了几张卡通图 比如说卡通2 卡通3 卡通4 卡通5 请把四张图片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呢 是不是就 我就放在下载这里面 然后 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然后 我放在下载嘛 1234 一口气 选到四张图片 插入 插入完毕之后呢 插入完毕之后 这边的插入是不是跟publisher不太一样 好 然后 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 放在适当位置 那这张图片是不是白色要拿掉 所以呢 格式里面 这边有一个色彩 设定透明色彩 点一下它 然后接下来这张图片 可以吗 增加那个 就是海报的一个可看性 好 这张图片一样色彩 这边设定透明颜色 点它 好 我们的第一 第一个 第一张的海报 假设这是菜单 这是星期一的菜单 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做好了 就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插入几张图片 让它排起来更丰富 还没结束 因为菜单不可能只有一页 我们会有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是第一张 第一张完毕之后 是不是第二张 所以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复制 然后贴上 直接贴上 这样是不是就有两张一模一样 可是你要 就是有些东西可以一样 有些东西可以不一样 例如说 我们这个版 这个版的颜色色系 我就想要换一下 然后这一张的一个设计 设计 如果你点其中任何一个布景主题 它把第一张也跟着换 可是我要两套 可是是类似的 类似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会怎么做 我会把这个背景换掉 这个背景 例如说 这一张是一个木质材纹 那这一张 我假设我换 换另外一种的材质 另外一种材质 刚刚选择的 选择的 假设我今天 我换成这一种的一个胡桃木 是不是 这边有一个叫全部套用 不要点这个全部套用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去做两种不同的版 两种不同的那种感觉 那也许这个颜色太深了 我选这一种好了 这样是不是就两种不一样感觉 当这里面菜要换掉 菜怎么换 就是把它先全部删掉 是不是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不能做转换成Smart 可是你可以去插入Smart 选图片里面的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选第一张图片 好 例如说 假设这是西餐 然后插入 找西餐 因为中餐跟西餐里面的菜色 反而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例如说 这边只有仅限在Creative Commons里面去找 第二张图片 再去找 例如说 好 例如说第三个 插入 插入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么小图案也不行 我其实在看这个解析度 就是找那个比较小一点的图片 因为我只要带到那样子的意识 让你们懂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个应该是甜点 所以如果你们来上课 如果要吃这么好 至少要交个三四百块吧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 到时候你可以再继续增加 例如说按一下Enter 是不是又可以再增加 例如说 假设我先打AA PPB CCC 然后记得 记得就是把这个物件稍微放大 那这边再做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然后记得要把这个物件放到下一层 放到 最 就是 放到下一层去 这些图片是不是就都会跑上来了 好 那就请你们来去做第二个 第二张 第二张 就是 版型 只有换背景的颜色而已 好 这样我们是不是做了第二张 当然你就会做第三张 第四张 好 这是菜单 这是菜单 对 要as ' 点 谢谢大家